謝謝主席,有請院長 好,請院長 院長,故宮的同仁,大家辛苦了 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 我作為一個執政黨的立委 本應當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給你們想要的 給你們需求的 可是今天我的心情非常複雜 我站在這裡嚴肅的質詢 陳其南院長 我們要探討新故宮計劃 但是我卻要說 我希望新故宮計劃能夠借疾用人 我希望新故宮計劃能夠停看聽 因為我愛之聲,責之切 我的破題就是 如果沒有一個新想像 何來新故宮 好,律速則不達 報告院長 我的心情真的很複雜 等一下就要審議預算 是不是給予動支 如果沒有看到一個新想像 我即使是執政黨的立委 我都很難放心把 大把的預算讓你們去執行 下一頁 我從林正宜院長一路關心故宮到陳其南院長 我個人對於故宮的想像非常的一貫 全民的故宮 創新的故宮 台灣的故宮 他就會是世界的故宮 我每一次質詢都會把這樣一個核心理念再拿來講一次 今天當我們在看待新故宮形塑整個新想像的過程 我還是要念資再資的再提點一遍 換言之當我們想要打造的是全民的故宮 是創新的故宮 是台灣的更是全世界的故宮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有 有如其他委員那樣子的去專業化 而就政治化的討論 絕對是要回歸專業 而且回歸社會的對話下業 所以新故宮計畫的成敗 步步為營啊 為什麼思瑤說我希望能夠借吉用人 我們看以工程的騎乘 任何一個大型的文化建設 這種巨額採購 他一定會有前期的可行性評估 進入綜合規劃 然後才有設計案 進行施工 然後到使用 這是一個完整的大型國家建設 必經的工程啟程 回應到採購標案 這樣一個巨額的採購 他必須就大故宮新故宮計畫 必須有三個標 一個是專案管理PCM標 第二個才是綜合規劃標 第三標在進入建築的設計標 我們現在才在第一個階段 PCM的專案標 我要說這是三個標 我不容許你們把任何一部分結在一起 一定是三個標 這是叫key缸來走的採購過程 而PCM是重中之重 他必須寒闊到 綜合規劃設計施工到使用 他是一個一貫的 所以PCM的標何其重要 回應我們的工程啟程 從2017年重新啟動新故宮計畫 一直到你們現在計畫啟程是2023年 就是要做這三個標 然後從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設計施工到使用 每年有對應的時程跟預算好下業 所以我說 如果我們前端的新故宮新想像沒有形塑出來 社會的共識沒有被創建出來 你就要進入PCM 你就要交給一個專業團體 自己去替你形塑出新故宮新想像 那沒有人做得到 這是政府的責任 這是政府引領社會去對話 形塑出新故宮新想像的負責任的做法 你們現在沒有了前端的新故宮新想像 而直接就趕快進入PCM 然後綜合規劃 然後建築設計 當然我很疑患 很多委員 或者是媒體直接反而連前面都不管 直接跳入北院修不修管 南院要不要來策展 這樣的一個去專業化 完全政治化的討論 我要說 沒有前端的新想像的構成 沒有PCM 沒有綜合規劃 沒有建築設計 而直接就跳入 北院要不要修管 不管是修一年兩年三年 這完全就是化作重點 這完全就是無視於專業 這更是政治凌駕專業 所以我完全不願意跳入北院修不修管 這個政治性的議題 因為你必須有前端的想像定位 才會進入整個新故宮的綜合規劃 這是我的論述 我的理解都沒有錯吧 對 完全正確 好 那下一頁 我們來看故宮的標案 留標是常態 我這裡目前是你在線上 有在做的採購標案 就包括北院的擴整件的委託專案管理 也就是PCM 一直到北院的南側藝文中心的統包室內裝修 到南院的景觀案 南院院區環境監測 包括南院的電動鐵捲門 玻璃門整件 這幾個按我列出來 你看到他的傳輸次數 也就是上網次數 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換言之是一再流標 一再重新上線 為什麼一直流標 金額從9千多萬到69萬 從小的電梯門 鐵捲門到大的PCM 都在流標下頁 就連我說重中之重的PCM的專業標案 也流標了兩次 你們馬上25號 也許今天明天又要在第三次的評選會 為什麼一再流標 而且你第一次等標期給了30天 應該非常合理 因為它是9300多萬的PCM的專業標 然後第二次流標之後第二次再上線 你們就符合採購法的最低標準 只給7天 你第一次流標都沒人來了 你第二次只給7天會有人來嗎 一定流標嘛下一頁 而流標的理由在哪裡 故宮過去工程標案紀錄差 故宮的政治力介入的隱憂大 尤其新故宮內容龐雜 招標條件不佳 第四個理由 新故宮沒有明確的方向 沒有新想像 政府不扛民間能扛嗎 一定是會繼續流標的 那何不借急用人 何不借急用人 院長下一頁 我很快的跟您說 朗斯分館羅浮宮您看過吧 是 我曾經多次要求林正宜院長去看 然後他率了我們同仁去看 我就以羅浮宮的朗斯分館的經驗 來看看新故宮如何欠缺新想像 抱歉主席我要佔用一點時間 羅浮宮把從巴黎 願意到朗斯一個人口只有三萬六 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六 的煤礦小鎮 因為他們要貫徹法國的文化下鄉 他們發了全球的國際淨圖 一百二十組國際建築師來投標 最後由日本的 SANA來得標 然後他們讓羅浮宮的正館的藏品 每年更換一成 然後一直放到新館來展 也就是我們北院的展覽 要勇敢的到南院去 這就是文化下鄉 羅浮宮的館長說 我們的文化責任 就是讓我們的文物去沒有文化的地方 這是何其偉大跟宏觀 下一頁 好三個特點 文物展示零距離 新羅浮的設計 它讓所有的展見是在你眼前 不是過去高高在上很多玻璃圍起來 它是一個零距離的展示 你看孩子可以坐在地上 老師跟他直接上課 我們無障礙的人完全都是滑坡 可以完全順利的進去展區 開放展示文物零距離 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下一頁 它更是一個全新的策展模式 它拉了一個時間軸 從西元前3500年到現在的2018年 它把所有的文明放在一起 你可以依著這個時間軸 同時間看到希臘的 中國的 埃及的 歐洲的 所有的文明 你會看到所有的文物的樣類 不管是雕塑 織品 畫作 全部擺在一起 這是一個畫 時代的 新 解放 新 想像 羅浮宮用策展的方式 在分管的部分 redefine 重新定義了博物館的功能 下一頁 它的 修復跟 典藏更是如此 過去所有的博物館它的典藏 都是塵封在庫房裡頭 人民看不到典藏 但是羅浮宮心館大方的用一個玻璃帷幕 讓所有的看的人可以隔著玻璃帷幕透明的看到 原來文物沒有被展示出來 沒有被修復好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子的放在Storage的空間 這就是把一個文物的生命周期全開放 從典藏空間做得到連修復的過程也是開放給全民世界各國的觀光客 一起來共享 這就是 顛覆過去傳統的創新的redefine博物館的功能 好下一頁 所以沒有新想像何來新故宮 我這樣用這麼多時間來講羅浮宮心館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看待未來故宮的新故宮計畫時 我們有沒有能夠用一個redefine的社會共識 來先突破才能夠進入後續的redesign 不是嗎 所以這個社會共識的形成必須有產業界政府民間專業界 有了這個共識的討論才能夠進入招標其成 才會有未來的新故宮的誕生 所以我說2017加N到2023加N好最後一頁 我要求欲速則不打 我們要借急用人 沒有心願沒有心想像就不會有新故宮 我們要請看聽 在權勢權的部分 過去是政府來決定 未來一定是專業來決定 而我更要說過去有老故宮的人來決定故宮的命運跟未來 我們要開放讓社會共識來重新定義故宮的未來 是什麼 所以回應到時程 2017你們原本要到2023 我希望能夠加N N等於什麼 等於社會共識形成所需的時間 這是一個重新建構新故宮新定義的新機會 而且我要說是唯一的機會了 最後的機會了 我願意給這個N更多的時間 哪怕是一年兩年三年 所以我今天心情非常複雜 我不想當聖誕老公公 預算給了你們就開始開快車 我希望借急用人 我希望欲速則不打 好院長您綜合回應 抱歉主席 好完全沒有問題 我非常贊同吳委員的意見 所以我們絕對會借急用人 即便今天大家願意給預算 但是還是在一個社會共識形成為最高指標 re-define故宮 對我覺得像委員今天的質詢 對於我們整個社會 或是你所標示的這個新故宮的想像 我覺得都很有幫助 尤其台灣故宮有相當的高度敏感 我們唯有讓更多的時間來形塑社會的共識 那才會是一個當代台灣人的故宮 更會是一個世界永久的故宮 我非常期待這個N等待是值得的 好我們一起加油 好謝謝謝謝吳委員 謝謝吳思洋委員 謝謝院長